大家好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的北美经论节目 今天是2021年10月31日 我是Eric 今天我们来谈美国的股市 大家是否还记得去年3月份那一次股市的暴跌 标普500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从接近3400点跌到了3月23号的2230点 跌掉了三分之一 当时的情况是疫情刚刚开始 整个美国社会都充满了恐慌的情绪 当时很多股评人表示说股市还会继续下跌 因为大家很快就明白了 这是一次类似于1918年西班牙流感规模的那种 大型的全球性的传染病的流行 当时最多的一个估计是股市至少要跌掉一半才能够起稳 但是随后 美国股市就奇迹般的出现了一个V字形的掉头 迅速的攀升 它上涨的速度和它下降的速度几乎是一样快的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基本上就收复了失地 而且一记绝成义无反顾的一路向北 因为北在上边嘛 无论是后来疫情出现了夏季的小高峰 还是冬季的大高峰 还是美国失业人口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还是美国的GDP大幅的缩水 还是民主党赢得大选 几乎没有一件事能够阻挡华尔街的指数 从一个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 这个几乎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 那些把新冠疫情和西班牙流感相比的那些股评人 他们自己恐怕并没有去看过 西班牙流感期间美国股市的表现 实际上在那两年多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期间 道琼斯指数只有轻微的波动 它最大的跌幅也不到 传染病流行之前水平的5% 而且大多数人认为 那种下跌 其实它更主要的原因是一战的结束 而不是因为流感的蔓延 到西班牙流感流行最猛烈的时候 也就是它的疫情爆发后的第八个月 那个时候死亡人数是最多的时候 道琼斯指数比疫情爆发前还上涨了11% 相比之下 本次大流行的初期 还出现了因恐慌而造成的剧烈下跌 但是从疫情爆发半年之后 现在的股市的表现和西班牙流感时期 股市的表现逐渐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 他们都出现了稳定的迅猛的上涨 如今很多人开始回头分析 为什么新冠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股市会出现那么大的下挫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预估到可能会到来的社会封锁 这种封锁相当于是让经济产生一个人为的休克 当然这个是应付疫情所需要的 也确实是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经济在2020年一季度下滑了5% 二季度下滑了33% 相比之下 西班牙流感虽然是杀死了更多的人 但是当时人们对疫情的防护还仅仅停留在戴口罩上 没有社会封锁 没有社交距离 整个社会没有停摆 因此当时的股市改变并没有这一次那么严重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的经济还是在下滑呀 你的股市为什么还一路向北呢 现在我们需要修正一个观念 我们一直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 其实这个观念事实上正在发生改变 或者这么说 在一个经济结构稳定的社会里面 股市会逐渐的反映出社会资金 向各个领域逐渐的均衡的投放 但是当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改变的时候 某些新兴产业快速的崛起的时候 大量的资金就会逐渐的向这些领域聚集 这个情况恰恰就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 互联网通讯社交媒体 网上购物 远程办公 人工智能 生物制药等等 这些领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热点 它们主导了我们经济结构的改变 在本世纪的前20年 这些新兴产业在标普500中的占比翻了一倍 现在基本上要达到一个40%的比重 而传统的工商业的占比从35%下滑到现在20% 百货商店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受到了互联网经济的冲击 而倒闭了一大批 而那些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像餐厅啊健身啊这些服务业 它本身在股市中的占比就不多 好 请注意 这些新兴产业的特点恰恰是雇员少 不需要集中办公 对物理接触要求小的企业 它们受社会封锁的影响并不大 而传统的劳动力密集 或者说需要现场购物物理接触的这些产业 包括娱乐业 在疫情之前已经出现了消退 所以疫情本身对这些新兴产业的影响并不大 甚至还有促进作用 比如说远程办公啊网上购物啊这样 那么由这些新兴产业主导的股市 也就不会出现掉头向下的情况 所以这儿就出现了美国的整体经济 和它的股市表现脱节的情况 而这种情况确实就往往会发生在产业的转型期间 好这个是从基本面上来解释美国股市的表现 但是我们要谈到金融和股市 就不得不谈钱 毕竟这是一个资本的游戏 有多少钱来参与这个游戏 就直接决定了筹码的价格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谈到美联储 实际上还有国会 好我们先说美联储 美联储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学到了经验 那种大量的像趋于枯竭的市场中注入流动性的做法 可以迅速的拯救经济 而且还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这个使得美联储在这一次疫情中间行动十分果断 股市刚刚开始下跌 美联储立刻表示说 他们将直接开启购买企业债券的模式 这个我后面还会提到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 他将使用美联储工具箱中所有的工具 来修复美国的经济 美联储的威力是十分巨大的 而且鲍威尔直接把话说得不能再明白了 他说我们没有任何花钱的上限 你想一想如果一个赌场 他表示说他可以给你无限制的贷款信用的话 那只有傻子才不赌啊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从2020年2月开始的4万亿 注意2月份开始的4万亿 4个月之后6月份就涨到了7万亿 而且其后还是一路上升 完全不关水龙头 一直到现在已经接近9万亿美元了 美联储购买企业债券 这个倒是一个全新的模式 这个等于是由国家的中央银行 来直接为企业的信用背书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其实有时候他们都不需要真的出钱去买 他这一句话就值了千金了 最典型的就是处于困境之中的波音公司 波音发行的250亿债券 甚至都没有等到美联储出手 私营投资机构就把这些债券一抢而空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耐克啊 保洁啊这些公司身上 那么反过来 如果一个企业的债券市场是如此兴旺的话 那么它股市上的表现可能差吗 波音公司的股票从疫情开始的时候 最低点还不到100美元 现在已经翻了一倍 已经超过200美元了 但是请记住 这个是在波音一直没有完全走出 它的737max追击事件的阴影的前提下发生的 除了美联储的这个大手币以外 我还必须要提到其他的几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 资金泛滥 流动性过剩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各国央行都是狂发钞票 普度众生 导致今天投资者手中有大量的资金 这个反过来 就导致各投资领域的回报率都出现了下降 回报率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资本的价格 你资本太多了 价格就下降了 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折限率 折限率就相当于是它的利率 是各项债券投资利率的一个毛地点 2018年的时候 十年期债券的折限率还有3% 基本上是在3%之上 而到了2020年中期 也就是美联储开扎放水之后 它就跌到只有0.55% 0.55%的利率谁还会去投资国债呢 所以资金无处可去 只能涌入股市 第二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就是个人投资者的出现 美国出现了大量的个人投资软件和平台 那么在疫情期间 这些无处花销的民间闲散资金 就开始大量的投入股市 这个个人炒股啊 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 缺乏理性和跟风 生怕自己错过了发财的机会 所以才会出现 所谓散户痛打庄家的 那个GameStop事件 那是一个完全不理性的事件 一个普通的游戏零售商的股票 从十几美元一股 不到一个月就炒到三百多美元一股 这种疯狂则是大量出现散户资金造成的 第三我们就要说到国会 国会在疫情早期就拨出了 将近美国GDP三分之一的 疫情的救援款 这个不但稳住了消费 而且稳住了大家的这个 经济不会崩溃的信心 那么市场就在如此大的流动性的支撑下 如同飘在洪水上的一个大船 你不知道它会飘向哪 但是你可以肯定它不会沉没 无论怎么说 美国的华尔街和main街 开始了明显的分道扬镳 华尔街指的就是金融 main street 民街 指的就是美国的社会或者政治 这个一定程度上显示出 大量的资金其实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而反而是进入了投资市场 股市越来越不代表美国的经济 但是说到底 如果经济不能够全面回暖 也势必转过来影响经济结构的转型 会影响到这些高科技企业的盈利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 就是资本市场的繁荣 会导致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的加大 因为你只有有钱人才能参与这个盈利的投资游戏嘛 而穷人的话 反过来就只能忍受物价上涨 这个会恶化美国的政治空气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以后有机会聊 所以股市现在虽然是一片欣欣向荣的表现 我们也应该看到 美国股市的泡沫正在生成之中 就拿这个标普500来说 它的市盈率在近年来一直是维持在25左右 但是在美联储和国会开闸放水之后 它的市盈率在去年最高飙升到40 现在是降下来一点 有一位评论员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 我转述在这 他说 无论波音公司今天的股票表现得如何华丽 波音的债券如何抢手 但是决定波音公司未来的 依然是它能不能卖得出去飞机 好 以上是今天的北美经纶 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一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